趁飞云不在金虎把飞云抱枕撕碎了 乌泽 你太冲动了 对面睡觉的妙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乌泽已经彻底放飞了 只要大家不告诉飞云我金虎就没事 乌子我终于等到这一天 妙音我这是奇猛了 妙音 乌子你这次谈上市了